駐美代表于大雷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被问到如果中国大陆入侵时 台湾民众是否愿意挺身而出 于大雷回应台湾做好准备 而且不需要美国军队的帮助 我觉得他自我感觉难好吧 你说駐美大师 对因为感觉是没有做好准备 有点在宣战嘛 宣战的意思就是 他感觉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要跟中国打仗了 我也觉得在宣战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美国帮助 就感觉就讲得很像是台湾的打过 他觉得我们台湾做好准备 但我们年轻人好像还没做好准备 不需要美国军队的帮助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因为中国人那么多 我们才两千万人 我们就要全部上场 他们可能是打不过 人家太多人了 还是觉得如果需要跟他们开打的话 一定会需要美国军队的帮助 对而且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 那他们的军事方面的资源也是还蛮充足的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的台湾的 就感觉就是应该要护住 而不是说不需要就不需要 那是你在讲 知道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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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讲干话吧 可以讲干话吧 为什么你觉得是这种反应 嗯 台湾就这么小一个你说 我觉得还是会多少 还是需要人家帮忙 那个乌克兰这种也都是需要人家帮忙 OK 那更何况台湾这么小一个 如果是我 我觉得大概是和平最好了 不要說做好準備 不要一起紛爭 不要一起紛爭 讓他覺得說好像 沒送給我來這種感覺 做好準備 應該大部分都還沒 都還沒有危機一次 不需要美國軍隊幫助 怎麼樣 因為台灣之前 受到很多美國的幫助 就是美國會賣一些 就是戰鬥機什麼給台灣 雖然說這種就是 美國就是可能退下來的 然後賣給台灣這樣 如果我去問現在的年輕人 應該就是說每個人都不會想上戰場 年輕人都不會想 越少當兵就越少當兵 當兵越好 現在的當兵不都得四個月 像在露營一樣吧 相信 我不相信我們台灣做好準備 對 我不相信這一點 給我一個理由 不知道可能 會覺得我們的軍事 都是沒有人家厲害 對啊 好像印象中 這樣子 不需要 不需要人家的幫助 不要講太早 不要太有 當然說希望不要別人的幫助 但是我們也可以自力更生 就是自力自強 但是我覺得現階段不太可 那他講這個話就是不負責任 我不知道他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可是他會誤導所有的台灣的一般的年輕人 這是做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不好是哪一方面的準備呢 現在中共剛剛不是有一個 繞台軍演嗎 台灣的對應的方法是什麼 我看不到任何方法 你的一般現在的政府的方法都沒有 你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叫老美 是替他自己開脫 因為他是駐美代表嘛 他也沒有辦法去說服他們出兵啊 所以他就講我們不需要美國軍隊 因為他根本辦不到讓他們出兵嘛 永年謙表示余大雷說的這番話 感覺是在宣戰